我為何記得這一宗是深刻一點呢 因為我2020年那一年 就是手去做手術 就對了 就在醫院 我記得前一天 晚上6點至12點 我做了7個小時手術 第二天早上就睡醒 然後12點就收了電話 2020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落到的價錢 而帥仔就令到他們 他們沒有辦法在三個月前做決定 OK 我們戒贏的 對手不會不做事 於是想不到去到最後幾天 他們就要 剛剛那天就是要開董事會 他們說從來未試過有一年要開董事會決定 為group medical 而要做決定 那天12點 他告訴我 他一電話來 其實我沒有夢用 因為那些麻醉都不是很清晰 大家客人不知我入醫院 OK 一收到他的電話 我立即聽 我說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說 Misa其實現在呢 差10% 這樣說 我得沒問題 我現在立即找精算師 然後我那天很幸運 即是找精算師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時候我已經是1%佣金 OK 我就說 人家現在呢 給我提示 要便宜10% 我們才贏 即是說 你要和我便宜15% 不然人家為何要轉過來 大家要明白 不是拍假 是不是 打和做甚麼要轉過來 搞那麼多事 我現在是要贏15% 贏15% 我說總之我零佣金 我不管你 你和我計不可以 然後呢 那個精算師呢 就說 這樣啊 Misa你讓我想一想 跟著 因為這件事都大了 那五分鐘之後 他立即打電話來 Misa 我支持你 既然你肯零的 我就支持你 是的 我 但是因為我的同事都吃午餐 三點鐘我才給你提示 那我 那就是你做到 做到當然我就立即打電話 你提示他 下大提示我三點鐘才給你 我說 你一會兒兩年半開會 你和我喊初學員 那當然我同時都電話給那些HR 我說 我們做到這件事 突然間給他一個 final offer OK 那接著又開會 開到五點鐘 精算師又打電話給我 每個人都很緊張 那接著呢 五點 五點三 那個HR就打你了 那個男的HR就打你了 Misa 我真的服了你 你真是很厲害 雖然最後我們都是去 她說你知不知呢 你知不知 我們從來二十幾年 是沒有對手 是需要我們 這樣開這麼多次會 而要決定 還要在最後一天 所有幫我代理 她說從來沒試過 有一件事 她說你真的要做 她正在想我 她說你真是good job 我沒想過你做得這麼精彩 她說我真是很有誠意做 我說那究竟是最後輸什麼呢 她說因為呢 現在談了三個 兩個三個 三個學期 我們開幾天會了 為你這件事 是因為之前 很多年前 曾經試過有一次 都是有大間公司 我們就想轉去大間公司 所以就鎖了我們所有的洞 都說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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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呢 其實 剛才那幾個小時 大家要商量 如果我轉了 她立刻拖路 停我們所有的借貸 那我們是很大件事 我們是做不到的 我們處理不到的 但是呢 她也有說 也有一起開會 她就不斷跟我開會 覺得不fair 怎可以為孔而被孔 這樣綁死這麼多年 她就在那個board裡面 她說 為什麼要被她這樣操控 我們這麼大的機構 我想類似是這樣的 HR跟她說 她說 這樣說 然後我說 我真的很感恩 客人對我這麼好 其實價錢你們就贏了 不過我們好 Kishin 你說你真的做得很好 未試過對手 可以這樣攻擊到 雖然簽不到 我也要回覆她 徵算 不好意思 因為這樣解釋 我們要多謝那個客人 雖然做不到 雖然做不到 但是我是開心的 由兩年前 見她完全不阻礙我們 是吧 就是覺得 你都是來 我們都是來報一下假的 怎麼想到三年後 就是我們是真的要開 board of director 而決定是否用我們呢 因為團隊或公司 都很support OK OK